老太太横穿马路 吓得后面白车紧急上场 黑车也根本来不及晚言 后面的小货车更是为了躲避前方事故 连绝180度 那你们知道在这场事故中到底是谁责任吗 有人肯定会说 诶 肯定是老太太 就因为她的横穿马路 才导致到后面车上追尾嘛 那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注意看 这条道路上是没有人形横道的 也就是说老太太这样逛马路啊 是教法赋予其人的权利 因为她整条路都没有人形横道的时候 你不可能要求其人去几公里以外的地方 才能过马路这不科学 其次呢具体多远的距离才能横穿马路 多远的距离你必须要走人形横道 这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那话语说回来 如果有斑马线 我们一定要走人形横道 这是对别人负责 更是对自己负责 那如果没有斑马线 我们就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 等没有车的时候 再安全通过 所以像视频中这个情况呢 行人是可以横穿马路的 而机动车呢 是必须要避让行人的 总之就是老太太 没有任何责任 那有人就会说了 那这次事故肯定白车买单了吧 错 白色车辆在紧急的情况下 刷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不需要对后方车辆负责的 将反的你的后方车辆 没有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并撞了上去 那这次事故由后车全权买单